6月28日晚 在成都大运会倒计时30天之际 2023营大运荣港公益足球赛 在成都激情开赛 集结了谭永林、陈百祥、黄日华等 40余位香港艺人的香港明星足球队 与成都荣耀足球队激情对决 注册成立于1986年的香港明星足球队 早在1993年就曾来过成都比赛 受到市民热烈欢迎 此次与他们交手的成都荣耀足球队 主要由成都足球名将、快递小哥、体育老师、医生等组成 比赛第一节开始不久 72岁的香港明星足球队队员谭永林 任意求助攻队友打进比赛手球 随后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领先 比赛末节香港明星足球队2比3落后 最后时刻香港明星足球队打进最后一例进球 颁平比分比赛3比3占平落幕 其实从我们那个荣耀足球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今天最终能打到3比3的比分的话 非常满意了 这次主要的活动的目的不是说输跟赢 最主要是推广和传承 其实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香港明星足球队两个中后卫 非常的优秀 陈北强啊 谭校长啊 到了这个年龄了 这个岁数了 还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话 非常的好 相当不错 整场比赛分为三节进行 每节25分钟 每节比赛之间穿插进行拉歌比赛 现场主持人带领全场观众 将绿音场切换为K歌场 合唱起一首首筷子人口的歌曲 在成都雄起 香港雄起的呐喊声中 现场气氛十分炙热 很热热 球迷歌迷得很热情 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就是成都雄起啊 哇 我都觉得对方表现得更好 其实我们比较幸运 很开心啊 3比3是最友谊地义嘛 我们第二球 还有上场就共的男一球 两球很好 在全场比赛结束后 现场观众合唱起谭永林的经典曲目 讲不出再见 用香港金曲为比赛画上句号 收视频 quiet 收入 我们不信了 们不信了 st招正 收视频 ג